這方打出去也有阿達利歐落地是一隻安打 哇 而且籃不到 那這樣要上到得點圈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一上來就是Lead of Double 現在這個樂天可能也是要去思考 就以這場比賽來說 幾個打者輪流上來 像昨天也有 當然昨天是廖建復 也是有安打 就反而變成是要怎麼樣排出最好的一個 攻擊的一個打線 然後又要顧守備的一個位置 那以廖建復現在的角色 應該是會擔任在重要代打這部分 真的要掌握住了 是安打 被擋下來 沒有人出局 連續兩棒的安打 又是一三類 這裡漏漏得很遠 那是一壘上去 不過三壘上的凌晨飛 現在沒有冒險跑回來 就有很不錯的一個樣影表現 有了喔 這個距離應該是夠了吧 遭到的接殺 三壘上的跑者要回來 高飛犧牲打 帶一分的打點 所以呢 來到了雙位數了 十分的這個得分 現在球迷的這個系統值就是開魯格 這一個彈跳 最後三壘手呢 是沒有辦法接到 是一隻安打吧 那這樣子會帶打點啦 而且琳麗也上到了二壘 就是他在今年最後挑戰賽出現的第一隻安打 當然還沒有給出來 我是不是說應該是一個安打 因為打得是很強啊 我們再看一下畫面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能夠去做掌握 都有難度 是用撈的喔 這還是要以聯盟給的為主啊 好 但因為最後一下那個彈跳非常靠近三壘手的身體 那考量是不是第一時間能夠往前去搶那個半頭 這又是安打囉 而且落地以晨晨威的腳程 現在呢要跑到二壘 還要衝三壘嗎 他真的沒有要停 球做一個回船 三壘安打 不過這不算在 立行賽的成績耶 不然就十五隻三壘安打 不過他全年這樣算起來是十五隻啊 那這樣又帶 帶了打點進帳 今天他三隻的安打都有打點進帳 這樣總共是四分打點 不過這個季後賽跟立行賽成績是要分開算的 但是他整年度一個人也敲了十五隻的三壘安打 還沒有結束啊 還有可能再打下去 那單季的這個十四隻三壘安打 距離聯盟的紀錄真的就只差一隻就可以追平 當時這個發發張正偉所創下的紀錄 而且你們也注意到成績會在跑三壘安打 可以把那個 照一個浮線縮起來 這棒在縮的時候又落地 還是一隻安打 再帶一分 余德龍這個時候也敲出安打 謝謝 還有 請 谢谢大家